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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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8月12日 一场特殊的文保研讨会 正在山东省滕州市汉画像使馆召开 参与会议的专家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刘庆祝 主要从事汉唐考古学研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所研究员李宇芳 国家占国家占国家科学院研究院高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曾多次参与战国秦汉目丧的考古发掘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郑延 主要研究方向 汉唐美术史与美术考古 中国古代建筑史专家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丁瑶 以及山东省内的 众多考古专家 这场研讨会的主权 而只有一个 那就是位于滕州市郊外的 一处汉代石市墓 前茅固汉墓 它究竟埋藏着什么秘密 为何会吸引国内 如此多的考古专家 前来考察研究 包括这种维饰 就是这种装饰方式 你看还是希望的 前茅固汉墓 位于滕州市中心 三十一千米外的 洋庄镇前茅固村 乡村宁静祥可 世代生活与此的村民 不曾想到 村庄之下 竟然埋藏着一个 发生在近两千年前的故事 前茅固汉墓最早 发现于清代末年 据1992年编写而成的 《洋庄镇志》记载 前清末年 此墓洞开 人来人往 藤县早庄民众 竟相来观 这个墓的方向 比较曲折 据这个地方文献记载 从这个清代末年的光绪年间 就已经发现 当时记载的发现 是他这个墓市的 这个石盖板 塌下去了 塌下去了 通过这个文献记载 记载的比较玄幻 说是这个黑烟弥漫 这个方圆百里之内的 你像滕县 溢县 走动的这个民众的 竞相来观 就跟赶会似的 这是第一次的记载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 山东工作队 对前毛骨汉木 进行调查时发现 墓葬曾被多次倒扰 墓葬上方残留 有一处巨大的倒洞 墓葬位于一户村民的庭院之下 因此墓矿内及墓室 长期被作为地窖使用 整体保存情况 不容乐观 有些专业人员顺着倒洞 下去以后 看到了墓室内部的结构以后 拍回了一些照片 经过一些专家的 一些解读研判 这个墓的意义十分重大 但是这个墓上边是个民房 不具备发掘条件 真正出现转机 是到了2021年的春天 2020年初 此时墓室上方的老旧房屋已经废弃多年 随时有坍塌的可能 这将对墓葬产生不可逆的影响与破坏 2021年初 经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批复 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后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联合腾州汉画像使馆 对前茅固汉墓展开了抢救性法局 刘文涛担任此次考古工作的执行领队 经过初步勘查 墓葬整体由墓道 墓框和墓室三部分构成 按照誓死如是生的理念 明建者以数学土坑作为墓框 然后仿照地面建筑 用大量的石料砌筑出墓室 从这张墓葬的结构图可以清晰地看出 墓室由前室 中室 后室 东尔室 东北尔室 西尔室组成 主体全部用石板 石条与石构建累计 布局呈现出沿中轴线对称的特征 从事多年汉唐时期考古研究工作的 刘文涛确认 这是一处价值极大的东汉时期石市墓 因为腾州本身这个地区 汉墓就特别多 就是一个汉墓 山东地区一个汉墓的集中地 这个汉墓的不管是墓室的结构 还有理器方式 再就是梅梅横梁上的一些花像石 花像石像破手弦环 这个常新树这些文石 都跟腾州原来出土的花像石 东汉墓里边的花像石相似 由此判断这是一个汉墓 墓葬的年代已经大体确认 如何判断墓主人的身份 却让考古队员感到十分困难 长久以来 盗墓贼在山东地区制造出一座座空中 其中汉墓更是十世九空 前毛布汉墓同样如此 考古队员在墓葬内并没有找到任何 与墓主人身份相关的随葬器物 不过从墓室的结构来看 他的营件显然经过了精心设计 墓主人生前应该非富即贵 那么究竟会是何人在此长眠 领队刘文涛只能将目光 重新聚焦在墓葬本身 穿过长达七米的墓道 镜头是分东西设置的两道墓门 墓门高1.22米 厚0.22米 由整块石材打磨而成 墓门上面门楣中间 雕刻有瘦手闲环画像 石门上雕刻有一对瘦手闲环 近两千年来 通往墓室的大门一直紧紧关闭着 他们牢牢坚守着自己的责任 拒绝外人进入 但却未能将盗墓贼拒之门外 墓门上方横架一道门楣 石制的门楣上 类似水波纹等几何图样 清晰可见 这是一座典型的汉代画像石墓 画像石是一种集绘画和雕塑于一体的艺术形式 将人们以石为指 以刀戴笔 将现实生活 历史故事 神话幻想等等并成共处 他们是汉代誓死如生文化的产物 前世比后世和中世都低 这个在当时起了作用 这就是个亭 亭院的亭 这是亭 这是客厅 后边的后世就是我世 在汉代后葬的观念影响下 墓主人穷尽心思 把生前所享用的一切搬进陵墓 以墓葬中世为鉴 一侧为朝 一侧为井 是为前朝后寝 后世就是用来休息的卧室 那里可能停放着墓主人的棺果 前茅固汉墓中 有与其他汉墓墓式结构的不同之处 考古队员发现 墓葬的前世横长且深 推测 它代表墓主人生前居所中的亭 在墓葬前世的北壁墓门两侧 领队刘文涛有了重大发现 这个椅树窗呢 一般的咱发现 盘瓦箱里面的椅树都是半透雕的 就是雕出这个形 就跟幻想实似的 是高浮雕的 这个整个是透雕 就是直接就整块石板就把它交透了 窗最早的形式可以追溯到原始学居和半学居时代 在屋顶开一个小口即尾窗 在古代理智之下 作为出入口的门 位于建筑群的中轴线上 象征着身份和地位 所以相对于门 古人在窗的营造上相对简易 在宋代建筑专书《营造法式》中 只记载了四种窗户样式 其中的破子灵窗 与前茅固汉墓中的直灵窗极为相似 也就是说 汉代很可能已经使用直灵窗的形式 现在我和引存最早的建筑 是同代的建筑 你不管是南禅寺的正殿也好 佛光寺的东大建也好 这些都是唐代的 基本上是唐代的员购 他们这个窗户也是直灵窗 但是再往上搜这个直灵窗 地面的建筑已经是不存在的 没有的 刚才那个已经是最早的了 所以汉华像里边 不管是现刻的 还是这个立体的 还是这种透雕的这种东西 都具有很高的这个参考角质 直灵窗的发现 让领队刘文涛感到兴奋不已 墓主人将如此先进的窗户样式 带入自己的墓葬中 难道他是一位最新于建筑领域的建筑师 在没有更多的证据出现之前 考古队员只能暂时将这个猜测按下 仔细观察前茅固汉墓的结构图 领队刘文涛又有了新的发现 在陆葬东尔市的旁边 还有一处狭窄的空间 考古队员将其命名为东北尔市 按照中轴线对称的原则 原本应该还有一处西北尔市 但是考古队员却并没有找到它 也就是说东北尔市是一处独立的空间 那么它又是做什么用的呢 东北尔市是一个厕室 这个厕所的厕所 你看这个厕所 这里边都是还能看出这个厕所 前边那个眼 我现在图形 应该是类似于一个排泄物 往下走的也可能是一个地路 汉代人相信 萧氏的生命虽暂时如烟云般飘散 但还是会在另一个世界逐渐复苏 所以墓葬中的设置 一如主人生前的模样 客厅 卧室 甚至是厕所 都是按照生前居所的布局来营造 誓死如是生 这样的生死观影响了中国后世千百年 前茅固汉木东北尔市功能的确认 让领对刘文涛紧张的情绪暂时有所缓解 但是依然没有找到更多与墓主人身份相关的信息 墓葬的探寻之旅仍在继续 这道拱形过梁跨中式南北横梁之上 整道过梁被工匠做成柔美的曲线 中段微微上拱 拱湖最大跨度2.06米 整体形象近似新月 富有灵动之感 正是这道拱湖引起了领对刘文涛的注意 我国传统古建筑的主流是木构梁架 为追求美观 在柱 梁等主要构建上 工匠们总会下足功夫 北方木结构建筑中的梁大多平质 简洁大气 在南方 梁被做成弧形 这种独具特色的部件被称为月梁 汉代则称红梁 月梁 红梁 简单地命名 形象地点出中国古建筑之美 在宋代以往往大型建筑中才会采用月梁做法 营造法式中也有关于月梁之质的详细记载 但是 相比月梁 前茅固汉木中的拱形过梁更加有特色 这个拱形的梁架在中式南北红梁之上 这个拱呼的最大跨度是2米06 呼梁的上方中央立着三阶状的一个短柱 三阶状的短柱与拱梁是一整块石头石刻雕刻而成的 透雕的直灵窗 大弧度的过梁 种种旱墓中少见的建筑样式 为何会同时出现在前茅固旱墓 难道墓主人真的是一位见走偏锋的建筑师 所以才会将自己的陵墓营造得如此特立独行 顺着过梁往下 领队刘文涛有了更大的发现 过梁的下边是用一个立柱成图 这个立柱这个柱身高是1米62 基本分成三部分 这个下部分是一个柱处成这个圆火状 上层这个大卢斗的柱头 这个大卢斗跟这个柱身是用一整块石头掉走而成的 这个柱身的上边这个纹饰是为宽窄不一的螺旋的灵形纹 下边为这个宽槽的这个土龙纹 宽槽里边还有这个水锅纹的这个纹饰 立于中式的这根石柱上部 刻有由15条棱角线组合而成的螺旋纹 这种螺旋纹同样是汉墓中少见的样式 这也是考古队员首次在山东省内发现此类纹样 遍布柱身的螺旋纹 透露出的是一种异域风格 这是意大利著名画家文艺复兴三节之一 拉菲尔的名画《治愈跛脚人》 画面正中两根巨大的石柱中段 有着明显的螺旋纹 这种石柱也被称为所罗门柱 起源于西亚地区耶路撒冷的所罗门神庙 耶路撒冷距山东地区直线距离超7000千米 当年迎见墓葬的匠人 为何会雕刻出这根螺旋纹立柱 是文化交流后的互相借鉴 还是来往贸易中的灵感启发 又或者说这仅仅是一种历史的巧合 雕着个柱的这个人 它实际是可能见过这种分泌 或者是见过有这种意识 或者见过这种柱子 但是它雕的应该是比较少 所以实际你看它这个柱子 雕的并不精致 扭的这个丝 它到最后是硬往上收的 它没有做到很自然的那种收 感觉这个东西在当时 可能是有这种意识 或者是有这种分泌的存在 但是不是说是很免心的 是每个墓里面会经常用 所以它这个东西应该是雕的手 雕的手所以它想得很具体 略显粗糙的刀刻痕迹中 隐含着重大信息 雕刻的匠人并不是经常建造 如此样式的石柱 但明显也不是第一次雕刻 或许在某个时间 它真的见到过类似螺旋纹的石柱样式 随着研究深入 考古队员也找到了更多的线索 发掘现场往南 这里是位于广东省广州市的 南越王宫博物馆 博物馆是以西汉南越国的 宫属遗址为主体建造而成 遗址最早发现于1975年 让当年参与发掘的考古队员 感到诧异的是 这座两千多年前的南越王宫 在许多建筑风格上 竟然也散发着万里之外的 异域风情 这是南越国宫属遗址出土的 一种八棱始柱 在中国同样非常少见 经考古队员对比 这种八棱始柱 曾大量出现在地中海沿岸 螺旋纹始柱 八棱始柱 这些异域风格的建筑样式 是如何在交通条件 极不发达的汉代 从地中海沿岸流传过来 考古队员还需要更多的时间 去探索 但是毫无疑问 螺旋纹始柱的出现 让前茅固汉幕的价值 陡然提升 具有强烈的抑郁风格 因素到外来建筑文化的一个影响 所谓这种类型的这种汉代石柱 应该是在山东省列 还是属于首次科学的放学出土 这些带有地中海沿岸风情的遗迹 为这一座墓葬 平添了许多异域色彩 同时也让墓主人的身份 更加神秘起来 究竟是何人 才能将如此多的建筑样式 纳入自己的陵墓之中 除了少量的异域风格 前茅固汉幕中大量的建筑样式 还是采用了古老的中式风格 这个后室应该相当于卧室 是埋坊人的尸骨的地方 跟中式差不多的 也是下边铺底石以上 开始起墙 起了所谓的也是起壁 两层以后呢 开始起这个碟色顶 这个呢是五层 五层叶在一个堆顶上 一块盖把石 这个盖把石呢 叼成了一个走紧的形状 碟色是一种古代砖石结构建筑的气法 用砖 石 通过一层层堆叠 向外挑出或收紧 达到在结构下方 取得更大空间的目的 汉代的石石墓中 出现碟色顶并不意外 但是前毛固汉墓碟色顶的营件 显得更加用心 墓室顶部 每一块石条的对积拼合 几乎都是严丝合缝 甚至连一个硬币都插不进去 另外考古队员在营件 碟色顶的石条上 还发现了编号 编号的数字 刚好与石条所在的层数一致 可见这些数字 并不是随意被刻画上去 看一 二 三 三层 这都是标的三 你四层它就标的四 你看这边也是四 三 你这边这个二层 所以它基本上是每块石头 它都标号 这样来的时候 其实你根据就跟它 现在这个皮擦一样 根据这个号直接就擦起来 惊人的发现不止于此 顺着碟色顶向上 墓葬后世的顶目 是使用石板搭建的枣井 整体呈三重凹进式方形 最中间雕刻有一半圆形外图 外图周围刻有四片浮雕式花板 这个图案让熟悉汉代历史文化的刘文涛 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想 圆圆方景 反之何去 为啥叫反之何去 反之就是这个 何去的根在上头 花在下头 这不就反之吗 你看这个不就是这样吗 对照着东汉慈父家 王延寿所著的鲁灵光殿赋 刘文涛发现 附中描写的灵光殿 似乎与前茅库汉墓中的建筑 有很多相同之处 灵光殿是西汉景帝之死 鲁公王刘宇在鲁国建造的宫殿 历经约两千年的时光 地上的宫殿早已灰飞烟灭 然而 前茅库汉墓中 却保留了当年 灵光殿的一些建筑风格 墓主人生前究竟享有何等的身份 居然会使用如此之多的 高等级建筑样式 早在1959年 考古人员曾在山东省安邱市的董家庄 发现一座汉代画像史墓 墓葬整体构造 与前茅库汉墓类似 由墓道 涌道 墓门 前室 中室 后室 耳室等部分组成 对比董家庄汉墓的营造难度 考古队员认为 前茅库汉墓的主人 可能有更高的身份 一千旦在汉代 已经是古宫重臣的标准 而前茅库汉墓的主人 却可以拥有约一千旦左右的俸禄 这令考古队员十分惊讶且好奇 近两千年前 腾州地区究竟是谁 会享有如此高的身份 2021年7月25日 前茅库汉墓抢救性发掘 暂时告一段落 木矿 木道及木室都已经清理完毕 等待进行下一步的加固 与支撑保护 不过 让考古队员欣喜的是 在木室的清理过程中 他们竟然意外发现了一些 残留的随葬器物 这些残留的桃片不仅粗糙 而且残破不全 盗墓贼并没有将他们放在眼里 但是在考古队员眼中 他们却是无价之宝 考古队员通常会根据淘气的质地 气形和纹路来判断它的用处和年代 但是 这些桃片上并无任何明显的文士 所以考古队员只能将希望 寄托在淘气的气形上 希望可以获取更多 有关墓葬主人身份的信息 不过 令人遗憾的是 由于前茅固汉墓曾被多次捣扰 考古队员发掘出土的这些桃片 很难拼凑出完整的气形 这也意味着 寻找墓葬主人身份的计划 又一次失败 领队刘文涛不得不暂时告别幽暗的墓室 去找寻其他的方法 试图再次掀开历史的帷幕 对照山东地区 其他汉代高等级画像石石式墓 考古队员推测 前茅固汉墓应该不是一处孤立的存在 在其周边可能存在其他同时期的墓群 从大的聚落空间分布来看 在前茅固汉墓附近 确实存在着大量的汉代遗址 通过对这些遗址的研究 考古队员想到了一种可能 为了最近的这种所谓的聚落的这种聚落的分布的话 那这个墓应该是离一个城 应该不会很远 他们也都是这样 你像这个安邱的原来的这个安邱郡 安邱义离这个董江湖的墓也很近 他们俗称叫土城的 是一个昌绿故城 到昌绿故城呢 昌绿故城从开始朱芬三国 有了这个烂 从烂到了汉代 成为了昌绿国 昌绿国里边 可能这是个碎国的新人壮观 在一个墓到了这 汉代的昌绿故城 与前茅固汉墓直线距离 只有三千米左右 那么前茅固汉墓的主人 会来自昌绿故城吗 考古队员迫不及待地 再次踏上了探寻之旅 阳光海 滕州市薛谷故城 从前掌大文物保护管理所所长 在滕州地区 从事多年的考古工作 前茅固汉墓发掘之后 它心目中也产生了一个疑问 前茅固汉墓和滕州地区的昌绿故城 究竟有没有关系 昌绿故城遗址 坐落在滕州城东南三十千米处 地处薛河北岸 与前茅固汉墓隔阂相望 据藤县志古迹记载 昌绿城 一约烂城 城州十里游子城 考古人员根据相关资料 和出土时机分析 昌绿故城 旧石城墙高有五米左右 均砖石气力甚为坚固 当时城内建筑规模宏大 楼台电壳凋梁化洞 富力彈簧 但是如今只能隐约看见 土城残留的痕迹 在农田中微微隆起 霜内固化洞 深山 厂里河中 徐中圳 湯주 varsay 与這個 藤棱 שמ� 靠阶 是四十岩 它中的面景是28萬匹馬米 原來這個長流工程中 服役這個 最早是這個小祖國的復國 它也要簡稱 後來這個東漢時期呢 成為這個長流線 所以呢 我們在前蒙古法律的漢目呢 都是這個東漢晚期的 經過這個正規的考古法律 和考古調查工作 這個工作還需要很多 三個房子 就這個結構 我覺得在其他方面 好像很少見的 這一點 是其他的半生物 到現在為止沒有發現 這個 這是我看到的半生物當中 唯一的 印象最深的就是這個月亮 就是我看到的最好的 最古老的月亮 至此 考古隊員找尋 前蒙古漢目主人的探索之旅 暫時結束 但是 這座巨大的時事墓 還是留下了一些未解之謎 一般來說 身份高貴的墓主人 都有著高大的風土 那麼 為何前蒙古漢目 離地表如此之近 大漠的風土去了哪裡 如果說 前蒙古漢目 不是一處孤立的墓葬 那麼 其他的墓葬又在何處 無數 疾待破解的歷史謎題 正在等待考古隊員們 去繼續探索 去繼續探索